民神中万历年初 西伐的李毅王卓 他和缴纳税妇的人 为了积欠的税金起征职 王卓就向当地的城隍庙发誓 晚上住在阳善寺 忽然听到喝叫声 王卓就起床前往探视 看到一位当官的人 站立在火把下 头包布金内身穿红衣 有很多侍卫附勇者 官脸就大声命令 两位持刀的壮士 抄着刀朝向王卓 王卓拿起桌上的墨宴 朝壮士打气 但王卓竟然被刀刺中 嘴巴脸颊都流血了 世中的僧人都被惊醒了 却看不到一个人 才知道是当地的城隍爷 隔天早上王爪穿着球服 前往城隍庙谢罪 看到庙中的神像 援揽向梦中的关联 右边抄刀的侍卫 身上还有墨枝的横跡 王爪口上的仓口 这个王爪口上的刀伤 经过一个月以后才贫富 但刀的疤痕依然存在 要知道事理本来就有是非欺质 道理若是指的 也就是你道理是对的 社会的议论也难以明媚 日子久以后人家自然就会明白 何必那么辛苦 自省烦恼去跟人家计较 如果道理不正切 如果你道理不对 不正 你就应该要自己反省自敢欠久 怎么敢对神明来厌有以他人 何况环境的事情 只要依理安分行事就是了 如果一经诅咒 那么鬼神就会厌恶你 而且会遭受天前 可不以为谨戒吗